今天這個肉還不錯 對啊 一般家裡在做的時候 它是用炒的 然後因為我們的量比較大 它用炸的 它特別比家裡更像 大把青蔥爆出濃郁香氣 炸到表面微黃就要立刻撈出 接下來還要炸熟成塊的五花肉 碰到大量訂單湧入 要料理這道上海紅燒肉 步驟不少 量大的時候 像今天這一道菜 它其實這個東西它最重要 它要先定型才有辦法 經得起這麼長時間的熬煮 一般我們這個熬煮 要熬到三四個小時 長時間燉煮 火喉到調味掌控 都是重點 像一般我們都稱這個叫做糖色 它差不多像這樣子 紅紅亮亮的這樣子 濃油赤醬為特色的上海紅燒肉 需要大量的糖 醬油上色 燒出來才會油油亮亮 讓人實質大動 原來在中央廚房 事前備料都是由電腦 批量計算 其他餐廳我們的調味料 都是平坦別用手 手加下去的 比如說我覺得應該放兩湯匙的醬油 或者是一點點的胡椒粉 但是在我們這個央廚 它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所有東西都是系統化 那今天像我們今天製作的 外婆紅燒肉它是120份 那120份裡面它系統 電腦會幫你計算好說 我要放150克的胡椒粉 先入我的醬油 然後有一個好處是 每一個廚師製作出來的那個味道 會是一樣的 OK 封調步驟也全憑SOP流程 如此一來才能讓幾十年的大廚 與剛入行的新進廚師 煮出來的口味都是一致的 每一份餐點再經過秤重與分裝 像這樣的中央廚房 可以一次幫60家的餐廳出餐 包括了冷凍包 還有半成品的調理包 將料理至完成度 接近90%的冷凍半成品 才能應付大量訂單與快速出餐 因為到了用餐接鋒時刻 這些冷凍料理包 只有稍微加熱一下 就能上桌 妳好 歡迎光臨 請問內容外帶 媽媽 妳好 那我要排四泡菜 排四泡菜 外國紅燒肉 上菜 油亮透香的紅燒肉 與湯心荷包蛋的絕妙搭配 讓人忍不住白飯一碗接一碗 另有精細豬酒肉做成的獅子頭 包裹著鹹蛋黃 品嘗起來有著多層口感 還有花椒麻辣湯為基底 文火熬煮出的川味牛肉湯麵 都深受附近上班族喜愛 我剛剛有看一下那個Menu 我覺得那個Menu 我就覺得好像還不錯 感覺又比較精緻 比一般的快餐 餐廳主打私房首陸菜 與一般便當店菜色不同 又能快速出餐 因此格外吸引到上班族群 製作這些冷凍料理包 也是看準年達千億產值的摘衣食經濟 我覺得現在這個 應該是獅子頭 跟紅燒肉是賣得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可能 搞不好量要再增加一些 現在是一個快時尚的一個時代 所有的做餐飲的這個部分 你一定需要有自己的特色 每一道菜都是我跟蔥哥 我們花了很多的心思 去把我們自己拿手的這些料理 能夠希望呈現出來 兩名合夥人共同研發菜色 再計轉給央廚製作冷凍包 像他們之類的小型餐飲品牌 曾在異性期間 經營電商與轉正座雲端廚房 沒料到又從線上走回線下 幾個朋友就知道我喜歡烹飪 就說那我們來搞個雲端廚房 我之前是有跟外送平台合作 但是因為它的抽成比例太高 所以我們就把它反映在售價上面 那我們覺得賣這麼貴的東西給消費者 老實講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就想說是不是該從線上走到線下 外送出城占比不少 加上疫情過後內用消費者回流 不得不重新做回實體店面 要負擔電租金的成本壓力也回來了 但眼前的經營壓力都比不上數十年前 一場官司案所帶來的人生重大打擊 那一段時間其實是我人生 第一次遇到最低谷的時候 因為那個官司就讓我暫時 被取消了關係師的資格 所以我就轉到顧問部門去工作 在官司還沒有確定之前 是一個很低沉的一個心情 就每天不曉得再過日子什麼 那也常常去喝酒啊幹嘛的 穿著圍裙坐在收音台算帳 與昔日西裝離挺替跨國企業查帳 形象差異極大 今年六四歲的魯文聰 過去是擁有三十多年資歷的 資深會計師 他或許從未想過 在自己的專業上重重摔一遭 卻也靠著從小到大擅長的料理 走過低潮 開啟人生下半場 官司二審無罪定焉之後 我就重新打起精神 努力在會計師的業務上面 繼續去奮鬥 那一段時間就基本上 就無心去做料理的事情 然後官司確定之後 就心情就變好了 然後就開始 又重新拿起鍋鏟這樣子 如果說幹嘛那麼辛苦 我又不缺錢 老實講我還蠻缺的 那每天呢就是七點多 就要去餐廠買菜 來魚人 重魚人算一百五十塊 來魚人 重魚人算一百 好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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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蝦大的來一隻啦 來一隻沙母大一點的 好 好爭 我每天買菜 每天買菜 就你這邊花最多錢 每天一大早 親自去菜場 挑選豪華海鮮食材 為了吸引新顧客 留住老顧客 幾乎是不計成本 清新備菜 那基本上就買了雞啊 魚啊 龍蝦 螃蟹啊 基本上呢 我都是當天才買 為了晚上的私廚 花的成本還滿大膽 基本上我的食材成本 大概都會占到 整個定價的 這個將近五成左右 藥康七家店面營運 羅文聰決定分午餐 與晚餐兩個餐期 既做上班族餐盒 也提供私處無菜單料理 白天到晚上店面大變身 要注重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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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叫私廚咧 那怎麼叫私廚咧 三個菜 我第一次來這邊吃 到目前為止 出的四道菜 這四道菜啊 都是我覺得 相當相當好的一個菜餚 它透過菜 讓你覺得沒有負擔 沒有壓力 然後它就像在家裡吃飯 消費者被菜色道 專屬性色吸引 也讓不少餐廳經營者 在後異性時代朝著多元經營 有著更靈活的變通之道 也為生存之道